公元前33年 汉成帝刘奥正式登机大赦天下 也就在这同一年有几件大事发生 他们就向几条线头分别通往不同的结果 第一条线是大宦官实险被调离中枢 王家外戚被提拔为侯 开始在跑道上滑翔等待着塔台呼叫准备起飞 从继位开始 汉成帝就把大权交给了太后王正军的老王家外戚 自己在宫中到处驰骋 老王家的大舅 人送外号霍光2.0的王凤挥舞着皇权的大旗访客为主 上怼皇帝 下怼大臣 把老王家做大做强 等到王凤死后 汉成帝刘奥不思进取 反而彻底摆烂 让老王家的舅舅们接着力排着队继续巩固权势 也对于从朝堂上的大臣到各地的郡守周牧 全是王家的人 王家舅舅们作威作福 肆意攻击不战队的正直大臣 为了玩乐 王上把长安城墙开了个口子 饮水入豪宅 王根把自家的房子修得跟皇宫一样 面对这些得寸进尺的外戚 汉成帝却选择一退再退 退不了继续退 带着身边的机友 朋友们在长安城里到处潇洒快活 把乡中的歌女赵飞燕 赵和德姐妹弄回宫中 不顾朝堂上下的反对 把赵飞燕封为皇后 一时间后宫乱斗 互相攻击 朝政昏庸外戚当权 长安城里是一片乌烟瘴 这些内容咱们上期已经讲过 汉成帝登基这年的第二条线是清河郡 有一个叫冯群的都尉尚书向朝廷汇报了一件事 冯群说 皇上您看啊 我们清河郡位于皇河下游 土壤松碎 很容易崩塌 以往之所以没有发生大的灾难是因为屯士河畅通 遇到雨季呢 可以为皇河分流 可是最近这段时间屯士河一直拥塞 灵明渡口也越来越不通畅 现在只有一条皇河却要兼容数条河流的水量 虽然加高的地方却还是无法使它顺畅的宣泄 现在的情况之下 如果有大雨袭来 河水必然满盈泛滥 当年下雨时代的九河故道如今已经淹没难寻 现在屯士河刚刚预测不久 还容易疏通 皇河跟屯士河分流的岔口地是很高 要是实施分杀水利的工程施工起来也很方便 所以综上所述 我建议重新疏通屯士河 帮助皇河宣泄洪水 防备非常情况的发生 如果不预先修制 皇河一旦在北岸绝口将危害四五个军 如果在南岸绝口会危害十多个军 如果灾害发生了再后悔就来不及了 冯群上奏说的这件事的背后呢 就是汉成帝时期百姓面对的灾害或者祥瑞 也包括朝廷下的命令 只要对百姓有影响呢 咱们就在这条线中列举出来看看都有什么事件 朝廷又是怎么应对的 汉成帝登基这年的第三条线 是在这一年的冬天 汉成帝下令在查安的南郊北郊兴建祭天基地之所 撤销汉武帝以来在甘泉宫和焚音祭祀天地的传统 也就是延续他父亲汉元帝朝中儒家提出的进一步改革措施 皇帝的祖庙也好啊 祭祀天地也好 都要依据儒家的古理而定 凡事不符合儒家古理的 就通通去除 汉成帝跟他爹一样 也不太在乎什么儒家法家 反正朝堂上谁的势力强大 我就听谁的 所以从善如流 开启了儒家的离法改革 现在啊 按照顺序 咱先看看汉成帝执政这二十多年 跟百姓相关的事件都有啥 老百姓活的到底怎么样 公元前三十二年 清河郡都尉逢群上奏啊 让朝廷重视一下黄河中下游的隐患 汉成帝收到奏数以后 就下令让群臣们讨论 这时候的丞相和御史大夫是宽衡与张谈 他俩商量过后 就派了一个叫许商的博士去实地考察 许商回来之后 群臣又再次讨论 最终讨论出的结果是 国家经费不足 可以暂时不予疏通 三年之后 公元前二十九年的秋天 黄河在东郡金堤绝口 洪水泛滥 淹没四郡三十二线 十五万情土地变为泽国 水深的地方达到三丈 冲毁官府防雨和民间防射四万锁 汉成帝派大四农带着谷物铜钱去救灾 又派了两名使者向河南以东的地区征调了船舶五百艘 从宏贯地区抢救灾民九万七千多人 把他们迁移到秋陵高地 黄河决堤是中国大一统王朝建立以来始终无法解决的终极难题 从汉高祖刘邦开始 到现在汉成帝将近两百年 几乎每任皇帝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它的总体趋势是越到西汉后期越严重 不光是天灾 更是人祸 类似逢群上奏 朝廷不批 导致黄河决堤这件事 咱们听起来很离谱 但实际上它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查资料的时候 海哥对着十几篇相关的论文 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 年代越是往前的论文 作者的斗争意识 阶级意识就越是强烈 字里行间说的话就更加的露骨 比如这篇1983年的论文 上来就开喷 说西汉时期黄河共有十四溃决 五次改道 细数原因完全是统治者一手造成的 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汉武帝跟汉成帝 汉武帝时期黄河决堤四次 而这四次几乎都是人祸 比如说公元前132年 河水决于壤子向东南流入淮寺 淹没石榴军 这时候的成像是汉武帝的旧父田坟 他站出来阻拦黄河治理 理由是啥呢 他给汉武帝说的理由是江河之决 皆天事 黄河决堤是老天的意思 我们不敢用人力去堵塞 但实际的原因是因为黄河决堤的水流向着东南 而田坟家的田地刚好在黄河以北 这次要是把黄河治好了 下次黄河再泛滥 没准就是从北边决堤淹没了他家的田 所以对田坟来说还不如保持现状 让黄河向东南奔驰保留自家的耕地 汉武帝一听了田坟的话 也觉得天命很重要 就下令停止了救灾 让这次的黄河泛滥持续了20多年 黄河决堤的第二个原因是汉武帝向黄土高原地区迁移了大量流民 把本该游牧的地方强行变成了浓耕 致使大量的水土流失 第三个原因是汉武帝在关中大力修渠 这些河渠用来连同关中的水利滋养两岸的农田 可以正是因为修渠 无数的泥沙被开垦出来扔进黄河 黄河的水流也被提前的截断 泥沙越来越多 清水越来越少 就导致黄河到了中游以后输送泥沙的能力大大下降 在平原上筑起了高高的泥巴河道 河水远远高出地面 所以遇到大雨就会溃绝 第四个原因是汉武帝朝中赌不中输 从不进行有计划的治理 只会在泛滥之后临时补救 补救不成就扔下不管任由黄河泛滥 再说说汉城帝 黄河在汉城帝期间溃绝三次一次比一次严重 比如刚刚我们说的这一次 朝廷不愿意提前疏通河道的原因是国家财力不足 而仅仅三年之后 公元前26年 黄河再次决敌 留住了济南千盛 所败坏者半箭矢时 也就是比上次的破坏小了一半 而这次朝廷给出的原因呢 同样是用度不足 可且勿俊 又过了几年 到了公元前17年 黄河再次决敌 淹没31线 房屋4万所 这时候情况又变了 有个叫李循的平陵人上奏 说讨论治河之策的人总想寻找九河故技 按照故道挖掘治理 而今天趁着黄河绝口 咱还不如暂时不去堵塞缺口 用来观察河水的走势 河水流到哪里 应当慢慢的形成天然的河道 到时候我们沿着河川挑出沙土 再把沙土铸从堤坝 是不是就能取得成功呢 而且这样一来 所用的财力人力就都可以节省下来了 汉成帝一听 就下令停止了工程 不去堵塞黄河的绝口 上朝的时候很多大臣轮番上奏 详细的描述灾区百姓的惨状 汉成帝也只是派遣使者 安置镇灾 迁移百姓 等待黄河自己好起来 在83年的论文上 老作者对汉成帝这个决定抓起来喷 不光喷汉成帝 还要喷汉武帝以及所有的皇帝 用他的原话来说 历代统治者都是如此 他们装模作样 做了一点什么事 就竭力的夸大 以骗取人民的信任 在这个老作者的笔下 我们能充分感受到时代的烙印 然后我们随着时间打开其他的论文 会发现一个明显的脉络 越是接近今天的论文 作者的笔触就越是平和 不会一股脑的把所有错误都推到统治者或者统治集团的头上 大家觉得这种变化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在海哥看来 这是好事 如果事情真有这么简单 一切都是统治者的错 那这事其实还好办了 可问题就在于 事情都是两面的 是复杂的 比如老作者提出的这些论据 看过前面视频的同学会知道 汉武帝迁移人口去充实上郡北地郡 大部分是出于战争考量 就那么一片地 汉朝不去占 匈奴就会占 一旦用匈奴占了 一场战争下来 死的人可能比黄河淹死的还多 其次再说出修渠 修渠确实会影响黄河水运 但别说是汉朝人了 就算是清朝人恐怕也想不明白 上游灌溉会给下游带来这么大的负面影响 用现在的观念去看西汉的事 确实有点苛责了 最后再说说统治阶级的性质 老作者认为统治阶级就是赤裸裸的反叛 皇帝们全都该推上断头台 最核心的问题在于 这一波推上去砍死了 然后呢 仙桌子容易 做饭难 破坏可比建设容易多了 我们今天的历史观念告诉我们 古代这些乱糟糟的事儿啊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生产力不达标 落到黄河决堤这件事儿上 就是哪怕到了清朝民国 甚至是现代 真遇到了特大暴雨 黄河决堤 咱也没啥好办法 只能是尽量提前预警 查学不漏 疏通河道 灾后全国一心努力救援以重建 所以说回汉城帝 说回黄河啊 刘傲在最后一次黄河决堤的时候选择摆烂 选择相信了所谓的天命论 到底是他真的信 还是他也没招了呢 恐怕还是后者多一些 咱们都不喜欢汉城帝 但咱也不能把所有国都往他一个人头上扣 实事求是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咱也得记得点 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啊 咱们必须弄清楚 为啥前两次黄河决堤 朝廷里这些大臣也好 皇帝也好 讨论出来的结果都是国库用度不足呢 书上不是说朝宣之日以后 西汉的人口迎来了最高峰 到了元城两朝 国家也一直没有打仗 那更多的人口 更繁荣的市场 不是应该催生更多的税收吗 那么 钱上哪去了 很简单嘛 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中 贫富差距越大 税收反而越低 因为有越来越多的有钱人可以逃避交税 进的少 出的多 国库自然就空虚了嘛 与此同时 全天下最能花钱的家族是皇帝 那么刘傲花钱多不多呢 从宫廷内部这些事来看 刘傲花的不算多 充其量是持平于几个其他的皇帝 跟汉武帝后期相比呢 更是远远不如 但有一件事啊 是汉成帝被后世抓着骂的核心 就是刘傲他执政25年 却修了两座陵墓 咱们以前讲过 汉天子继位一年而为灵 天下赋税三分之 一宫宗庙 一宫宾客 一冲三陵 也就是老刘家的宗庙祭祀占三分之一 整个国家的官僚系统的工资占三分之一 大臣的陪葬陵也要三分之一 汉成帝登基的第三年 按照惯例在长安城西北修建阎陵 阎陵修了十年 到了公元前十九年出事了 自从三年前王封死了以后 汉成帝就带着手下一群归人带 在长安城到处溜达快活 转悠了几年之后 刘傲发现霸陵曲庭以南 有个地方山清水秀风水宝地 就突然下令停止了阎陵的修建 在这个新发现的地点呢 重新修一座昌陵 负责修建地灵的工匠叫做谢万年 得到命令以后 他就带着手下驱赶着无数扶劳役的百姓 挖坑填土 挖着挖着 谢万年突发奇想 众所周知 做工程本身就是个超级肥瘸 谢万年吃的满嘴冒油 还是不太满足 他就找到陈汤 两个人一商量 谢万年希望陈汤去上书 让皇帝恢复灵异制度 跟以前那些皇陵一样 把全国的豪翔地主都迁移过来 组成新的城市 到时候有钱人聚在一起 地皮的价格蹭蹭涨 我这个负责修灵的 还能少了好处吗 那对你陈汤来说也是如此啊 只要你提出的建议被皇帝采纳了 你就可以找个借口 第一个搬迁过来 占据最好的地段 到时候坐等升职 几倍的吃喝不愁 咱俩这不妥妥的双赢吗 陈汤一听非常高兴 就按照计划上书 汉成帝刘奥想了想 同意了陈汤的建议 下令各郡国豪族 资产在500万以上的人家 都给我来查案报道 去昌陵一生活 就这样搬来了5000户人口 陈汤高高兴兴的入住了昌陵 谢万年高高兴兴的继续修墓 就这样过了三年 又出事了 啥事呢 昌陵修不起来 刘奥自学的风水技能只有负一级 他乡中这个地方是个大坑 风能进水能进 就是国王进不去 谢万年带着施工队挖了三年 连陵墓的雏形都没建好 刘相啊 一直是冷眼旁观 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就上书说 我听说君王啊 必须通达天时 地利人和 明白天命可以授予的人 是很多的 并非只有一些 自古到今 没有不灭亡的王朝 越是有德之君 他的安葬就越是简朴 越是智慧高深之君 他的安葬就越是微博 反而是无德无智之人 安葬奢华 神木高大 宫殿红利 这样的后果 就是他的灵墓被发掘 被偷到的速度会更快 坍塌废弃的速度也就更快 这样的道理 不是昭然若揭吗 陛下你刚继位的时候 亲自推行节俭 之前修建的陵墓 规模很小 用费减省天下称赞 后来你改修昌陵 把低下的地方垫高 堆土成山 挖掘人民的坟墓 累积上万 设置现役 营造民房 工期紧迫仓促 耗费的银钱百亿之据 这样一来 那块土地的死者怀恨在心 那些陵墓的建造者 忧愁哀叹 如果我们认为 死者在泉下是有知的 那你推平了那么多人的坟 人家不会害你 诅咒你吗 如果我们认为 死了就是死了 那修建那么高大的陵墓 又有什么用 后葬之事 跟贤明智慧的人谈 人家会不高兴 在庶民百姓中宣布 百姓会叫苦怀怨 如果只是为了 取悦渔夫 和穷雄疾欲之人 又何必去做呢 刘奥看完了刘相的咒书 很有感触 其他看不过去的大神 乘胜追击 又说了很多具体的害处 比如说 修建昌龄 要挖很大的平地 但哪怕挖了三年 墓中宝座的位置 也只是与地面平行 工地彻夜不停 数以万计的士族 罪徒 服役和工匠聚在一起 白天晒着日头 晚上点着油纸 修建日夜不停 要堆坟的土 需要从很远的地方运来 所以运费昂贵 土价几乎以股价相等 新宫数年 天下疲弊 新的陵墓 哪有过去定好的陵墓 位置好啊 汉长帝看到了 满朝文武进阶反对 终于悬崖勒马 把锅都甩给了些半年 说的一切啊 都是这个工匠头子的错 他跟我说 新的陵墓三年肯定完工 没想到修了五年 屁都没有 这确实是我的错误 所以从今天开始啊 昌龄停止修筑 后边也不再迁移立民 到陵墓居住了 这事就不了了之 咱们就当没有发生过吧 对朝臣来说 这是一丝集体的胜利 刘相也松了一口气 可是对天下的百姓来说 这事 能当做没有发生过吗 当然不能啊 百姓们只看到了两件事 第一 接连不断的黄河决堤 决堤之后 朝廷只是派人救灾 刚开始还要意思意思 去修补堤坝 可最后一次决堤之后 朝廷直接摆烂 任由河水肆虐 第二 皇帝的荒颜无度 天下皆知 皇后无罪而被废 歌女尚未 祸患朝政 王室外戚 权倾朝野 皇帝本人 连袭有两座陵墓 征集全国的轻壮 轮番施工 用无数人的生命 铸就自己的一时兴起 百姓没法当作看不见 因为百姓啊 还在水里淹着呢 所以公元前22年 颖川郡铁官 山都圣等180人 沙官员 开武库 自称将军 揭竿而起 他的队伍经过九个郡 声势浩大 汉城帝 拜丞相长使 御史忠诚等人追捕 按照战争时期 军队的相关规定 扑灭了这次反叛 或者叫起义 公元前18年冬天 广汉军 一个叫郑公的人 带领了60人起兵造反 到了第二年 黄河第三次决敌 李勋尚书说 别赌了 就让河水自己流去吧 汉城帝同意了 然后 郑公的团队瞬间壮大 拒拢了上万人马 四处攻击 汉城帝派出了大军围攻 把这些因为洪水 而活不下去的叛军全杀了 事端被平息了 公元前14年11月 卫士男子樊病等13人起兵 击杀了陈留太守 劫略立民 自称将军 到了12月 山羊铁关苏令等228人 杀死了长力 自称将军 杀死了东郡太守 汝南都尉 起义席卷了全国19个郡 这一次没用皇帝的大军 汝南的太守 严心站出来 击败了苏令的队友 严心因公升为了大私奴 从最开始的小打小闹 到后来动不动的席卷全国 史书上夹在好多事件当中的 这些造反信息 要是拆开来讲 又有多少辛酸的故事 有多少跌荡起伏的反转 可惜他们失败了 所以史料里 这给他们留了短短的一行字 现在咱们回过头来再看 朝廷里外戚当权 妖女货政 朝廷之外黄河决敌 二修黄陵 还有什么跟百姓有关的事情吗 当然有 昏君还有一个标配的东西 叫封建民信 这就是咱们开头说的第三条线头 儒家的改革 汉原帝时期 儒家取代法家 成为了朝廷的主流思想 所以围绕着各地的皇庙 和祭台的费力 群臣和汉原帝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最后在优柔寡断中 这事不了了之了 到了现在 汉成帝刚登基的时候 开了个好堂 把一直以来 饱受责难的甘泉公 和芬云丘两个祭台废弃 不再大张旗鼓的 跑那么老远去祭祀天地 可是现在时过境迁 到了临死之前 没几年的时候 汉成帝又下令 恢复了甘泉公 后土祠的祭祀 同时 各地有什么高人的仙人的 靠谱的方术魔法 都赶紧来朕面前 谁能让朕高兴 我要啥赏啥 所以跟汉武帝一样 汉成帝后半生 也被各种流派的方式巫视 包围蛊惑 赏赐出去的钱财无法计数 反正都是百姓的钱 跟汉武帝追求长生相比 汉成帝的理由 其实还算充分 这没儿子呀 刘奥不去考虑 自己把身体玩坏了 也不去考虑 自己被赵氏姐妹逼着 掐死了自己的儿子 反而求助于上天 希望老天帮帮忙 派俩神仙下凡帮他生儿子 可惜老天太忙 一直到死 赵氏姐妹也没生下一临半子 原因是啥呢 那就是又一本阴谋论大全了 最后一部分呢 咱再说说外敌板块吧 自从汉宣帝接过汉武帝的棒子 彻底打崩匈奴之后 匈奴已经安生了几十年 汉宣帝时期 忽汉爷投降以后 就带着族人 住在了阴山北路 有事就入朝参加活动庆典 没事就骑马赶羊草原放牧 汉原帝时期 西域独护府的陈汤假传诏书 带着西域大军狂奔千里 干死了这只蝉鱼 忽汉爷吓得赶紧入朝寇见 又装了一波可怜 到了现在 就在刘奥登基第二年 忽汉爷蝉鱼去世了 王兆军嫁给了忽汉爷之后 生了一个儿子 被封为了幼竹日王 现在忽汉爷去世 王兆军赶紧上书朝廷 言辞恳切的希望能回到长安 而汉成帝的回答呢 是拒绝 下令让王兆军依照胡人的风俗 附嫁忽汉爷的儿子 付诸泪蝉鱼 又生了两个女儿 都嫁给了匈奴贵族 从战略意义上讲 王兆军确实加强了汉朝与匈奴的联系 帮助汉朝紧紧拉住了匈奴的江神 只是对王兆军个人来说 命运也确实惨了点 忽汉爷这些孩子们一直寄人篱下 从小就受到忽汉爷的教育 对汉朝既有好感又有畏惧 所以活得小心翼翼 现在忽汉爷死了 不知道是不是新蝉鱼的授意 反正匈奴跟汉朝之间 发生了一件可大可小很微妙的事 公元前28年 匈奴派幼高王作为代表入朝进贡 参加元旦的朝和大典 竞典结束之后 这个叫一言莫言的 匈奴贵族突然上书 说我想代表自己的士族 向皇帝归顺 汉承帝一听就懵了 赶紧让大臣们讨论咋办 最后谷勇和杜钦两个人站出来说 这事我们绝对不能同意 我们已经接受了匈奴蝉鱼的归顺 现在蝉鱼的手下私自投降 这算什么事 我们要是接受了 就是给了新蝉鱼道义上的把柄 说我们背心弃异什么的 而且现在新蝉鱼刚上台 就搞这么一出 未尝不是他的试探 看看我们对匈奴的政策是不是有改变 汉承帝听了以后 就下令回绝了幼高王的归顺 这个幼高王当场就表示 我之前喝多了 我脑子有病 之前说的根本不算 就把这事给接过去了 那这事到底是不是新蝉鱼的试探呢 我们不得而知 也没有知道的必要 因为匈奴安安稳稳的 过了十多年 到了公元前二十年 附诸类蝉鱼呢 也去世了 他的弟弟胡汉爷的另一个儿子 居迷须接班 视为搜邪落地蝉鱼 匈奴依旧安稳 慢慢恢复自己的人口与元气 在整个汉城地期间 或者说汉宣地以后吧 匈奴的存在感急剧降低 或许是真的被打服了 也或许呢 他们在等待新的时机 除了匈奴之外 汉城地时期有资格被提上两句的 一是夜郎启示 二是乌孙分裂 夜郎国自从在汉武帝时期 被汉军收入囊中 到现在已经过了将近一百年 一个世纪不敢打算 也是漫长的时间 情分也好 恩费也好 肯定早早都潇洒了 所以公元前二十七年 夜郎王兴 勾丁王羽 沃洛侯 羽先后起兵 互相攻击 造成了西南动乱 镇压夜郎的这场仗 汉朝打得相当出彩 甚至有点教科书的味道 所以咱们好好的了解一下 首先说是背景 夜郎 勾丁 漏卧 这些都是当年汉武帝 开发西南仪时候的 土著部落名称 平定了西南之后 汉朝在这里设置了脏科郡 下下十七个县 他们的地址 大概就在今天的四川盆地南边 贵州和云南这些山区里 夜郎在汉武帝时期 入长安投降被刺亡 勾丁王本来是个侯爵 在当年汉朝地时期 西南周边的部落 也发生过大规模的叛乱 两个大部落带着周边的 二十四个小部落 加起了三万多人 起兵造反 当时汉朝的化石人是霍光 他派了一万多军队入西南 很快就镇压了这些造反的部落 在这场战役中 勾丁侯王本作战特别英勇 所以被升级为勾丁王 所以现在这个勾丁王羽 可能是王本的儿子 或者是孙子 最后这个漏卧侯羽 是谁 海哥没有查到 可能是史料没写 也可能是我看漏了 毕竟他都要露卧猴了 说完了人 再看看当时的制度 简单来说 西南这些土著部落的领导者 比如叶浪王什么的 他们的统治体系 跟汉朝一样 手下有自己土著人 组成的各级的官僚 但同时 也要接受 张科郡太守的管辖 到了现在 汉成帝年间 也不知道是因为啥 反正当地这三个势力 自己打起来了 张科郡的太守 赶紧上书 请求朝廷介入 按说这种局势 朝廷做决定 也是很有顾虑的 毕竟说到底 人家是内斗 自己打起来了 名义上可没说是造反 怎么处理呢 是个很考验政治智慧的事 所以朝廷开大会 最后也不知道 具体是谁的提议 反正大家都觉得 西南仪那边 地势偏僻遥远 兴师动众过去 真是得不偿失 不如派个使者 过去安抚一下 看看能不能从中过旋 让他们都安静下来 结果使者去了西南之后 这些蛮夷部落的王侯 不光没有停止互相攻击 还用木头 雕成了汉朝官吏的形象 树立在道路两旁 让士兵用弓箭射击 也说不上是练习 还是示威 这消息传回查安的时候 王凤的参谋长杜钦 坐不住了 他赶紧找到王上 说现在蛮夷轻视汉史 不畏惧朝廷的权威 我很担心 朝中残疑这个问题的人 都胆小怯懦 仍然坚持和解 按照现在的局势看 只有先下手为强 否则西南有变 等朝廷收到 张科进太守的消息 都过去三个多月了 这么长的时间 足够这些蛮蚁部落 集结不重 开会谋划 连接更多的士兵 现在他们已经有了 反叛的苗头 有了侮辱汉史的行为 犯了错误 一旦他们聚在一起 肯定将错就错 把事情搞大 一旦局势如此发展 等他们成了事 我们再派大军过去镇压 吃力不讨好 事备不能公办 所以我建议大将军 您现在就下令 咱们先下手为强 提前开始战争准备 把士兵集结过去 把粮食调拨过去 给事情首度底线 然后再派特使 过去实地考察 看看当地 到底是什么情况 如果我们认为 西南地区是不毛之地 那咱就干脆撤销 当地的编制 如果我们认为 这块地方 是先王们建立的 万事工业 那就应该趁着变乱 还在萌芽期 及时扑灭 不能被动的等待 否则更多人 会卷入进来 蒙受更大的损失 王芳的优点 就是听话 他赶紧推荐了 一个叫陈丽的人 让他去接任 替换了赃克郡的太守 全权负责这起冲突 接下来我们看陈丽的选择 他到了赃克之后 先是下令 让叶狼王过来见面 叶狼王星拒不从命 陈丽马上就给朝廷上书 请求准许他诛杀叶狼王 但不知道为啥 左等右等 朝廷也没有答复 面对这个局面 陈丽选择带领手下的 几十个官吏 直接进入了叶狼王的地盘 在一个停役中停下 然后派人去喊叶狼王 过来见面 叶狼王就带着自己手下的几千个部众 还有几十个其他部落的首领一起过来 把陈丽这几十号人团团围住之后 叶狼王带着其他部落这些首领 借了亭子跟陈丽见面 然后陈丽做了啥呢 史料上就六个字 立数则因断头 陈丽站起来骂这些部落的首领 然后拔刀就砍了叶狼王的头 看到这个画面 同学们有啥感想 老海我读到这个时候 脑子里第一个浮现的念头 是南越的那场叛乱 当年的那场宴席 有时候面对差不多的境况 个人的能力和选择 是真的可以改变历史 陈丽砍了叶狼王之后 进屋的这几十个部落首领直接投降 他们指着地上的叶狼王的尸体高声怒骂 对陈丽说 将军您诛杀这样悖逆无形的人 是为民除害 我们愿意出去告之不重 同学们 如果你是陈丽 此时此刻 你听到对面这些人说的这句话 你的第一反应是啥呢 大部分人应该都会觉得 这些人是要出去告状 跟手下会合 然后进来杀光汗室 对不对 那如果这么想的话 应该怎么应对呢 那最好的办法 是不是也跟叶狼王一样 直接开战 把这些首领全都弄死呢 我不知道大家的选择 陈丽的选择是默不作声 同意了这些人的话 然后这些部落酋长 真的拿着叶狼王的头出去 给那几千人看 在外边包围的这几千个部众 全都跪地投降 钩钉王羽 洛沃侯羽 也全都吓坏了 当场表示认错 回家之后 又献上了一千胡粟米无数的牛羊 来犒劳陈丽带来的这几十个将士 就这样 陈丽返回了军城 如果事情到这里结束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关于责任 关于勇气 关于汉朝关利男子气魄的故事 但这个故事还有后续 叶狼王兴死了以后 他的岳父翁子和他的儿子习武都不甘心 也俩发誓报仇 就继续收拢 不仲里愿意跟着打仗的士兵 然后又胁迫周边的22个村落 裹挟着这些人一起出兵谋反 陈丽得到的消息第一个反应 还是奏报朝廷 然后募集各部落的土著夷人组成的军队 自己和手下的都尉 长使分别率领的军队去进攻翁子 这时候翁子终于慌了 他聚赛涉险组成的堡垒 严防死守 然后陈丽的选择 用骑兵去切断他的粮道 又用反奸计去瓦解翁子的不重 这时候陈丽手下的都尉觉得 大军迟时不决战 军费粮藏恐怕无法供给 于是就独自率军去进攻 陈丽气得要死 在军杖的大旗下指着都尉骂 然后让手下把他赶出去 都尉只好收拢了残军 继续出去出击 跟翁子死磕 就在他俩决战的时候 陈丽又率军赶到 一部分军队在正面支援都尉 另一部分军队绕后去截断水源 断去了敌人赶路的水道 眼看着局势完蛋 满蚁又使出了深入DNA的被刺技能 翁子的手下当场叛变 杀了翁子等人之后 拿着头颅出来投降 于是习以平定 纵观陈丽在这场局部战役中的 所有操作 大家最深刻的一个印象是什么呢 海哥我能想到的一个词啊 就是水 丽雍兵最大的特点 是他从来不预设全盘计划 而是认真的观察局势 对基础的形势有了了解之后呢 在基础之上 极度灵活的做选择 前边这短短的几段话啊 几乎每一句话都是一个选择 先是带着人伸入敌后 然后观察局势 直接斩杀地方首领 在其他人的试探中选择了放手 在正式的进攻中拖延决战 在手下翻作之后 将错就错 一边决战 一边又煽动敌人内讧 陈丽不是个名人 甚至绝大多数人呢 都不知道他的存在 但咱们视频做到现在啊 我相信观众是识惑的 能看出陈丽这位将军的能力 可惜呢 他也属于是生不逢时 赶在了西汉末期 没啥建功立业的机会 否则啊 未尝不是一个名流千古的大将军呢 这仗打完之后 陈丽先后被封为了八郡太守 天水郡太守 在他治下百姓生活美好 实料上说他劝民农丧 为天下罪 最后呢 被调回了长安 做了个左曹卫将军 护军都尉 最后死于任上 陈丽和叶郎的事 咱就说完了 接下来说说汉成帝时期的 最后一件事吧 就是乌孙国的分裂 打开史书 从汉武帝之后 到汉成帝时期 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乌孙国跟汉朝的关系 时好时坏 有时候联手去暴打匈奴 有时候又会派兵偷袭汉军 就好像得了精神分裂一样 到了公元前21年 王奉去世的第二年 乌孙国又发生了标准剧情 老国王去世 围绕着王位 兄弟们 叔侄们又自相残杀 汉廷派出了使者 强行扶持了敌长孙 为小昆迷 把这事呢 暂时压住了 然后又过了正好十年 乌孙又自己打起来了 一帮名字 特别难念的贵族们 围着首领的位置疯狂打了一台 最后把长安给整烦了 长安就让西域都护府的领导者 段徽宗去摆平这个事 段徽宗过去杀了一通 把不服汉朝的首领都弄死了 这些首领 剩下的部众八万人 就一路向北跑到了康居国 用一句话来形容这时候的乌孙 就是山中无老虎 猴子称大王 匈奴投降之后 那是真正的服服帖帖 所以在一片咸河中 乌孙这边打群架 就成为了西方蛮夷中的大新闻 那四方蛮夷的章节讲完了 接下来呢 咱就做一个总结吧 上下两期 看下来大家对汉成帝 能否形成一个立体的印象呢 在朝廷内部 他任用王室外戚 自己只顾着潇洒享乐 在朝廷之外 他不顾百姓 任由黄河决堤 摇摇的杏子 修两座陵墓 到了西汉后期 汉成帝离谱到什么程度呢 离谱到就连老王家的外戚 都看不下去了 这些老王家的舅舅们就找了一个叫古勇的大臣 让这个大臣呢 去尽量劝一劝皇帝别太过分 而古勇给汉成帝的尚书对话啊 我们就可以看作是当时群臣 甚至是天下人对刘傲的看法 古勇当时正在做梁州的刺史 正赶上回长安树职 树职完毕之后 刘傲突发奇想 让古勇啊 有啥话不要藏着掖着 大大发发的说说 你对朕的看法 咱有啥说啥吗 古勇啊 看看老王家的人 尚书说了这么一段话 我听说君临天下之人 他的忧患在于看不到危机 百姓和大臣心知肚明的事 却没法传达给天子 下商行将灭亡之时 连走路的行人都很清楚 可君王却安然自得 自以为就像天上永远有太阳 没有谁能危害他 去年九月出现了黑龙 同月出现了日食 今年二月有阮星坠地 同月又发生了日食 六个月间灾疫发生了四次 三代之末春秋之乱 也未曾见过 我听说三代之所以国家灭亡 是因为妇人与恶人沉溺于酒 下王朝之所以二世而亡 是因为奉养活着的皇帝太过奢侈 埋葬死去的皇帝又太过丰厚 以上这两个方面陛下都兼而有之 请陛下听我略加论述他们的后果 您刚登基的时候 许皇后班杰于显贵 他们背后的家族全情朝廷 誓宴酌四方 而现在您对美女的宠爱十倍于从前 废除先帝的法令制度 听信采用后宫美人的话 不妥当的酌生或者罢处官员 甚至纵容释放出汗王法 而应当被处死之人 所以他们的亲属骄横不可一世 借天子的权威横行霸道 饶乱国政 他们使用宫中秘密的监狱 大肆涉乱陷阱捕人 用棍棒垂击拷打杀人 比袍弱之刑还要痛苦 国家的法律成为了 替赵李两家报恩复仇的工具 证据确凿的被免除 身家清白的被处置 无辜之人被关押 严刑拷打 赵李两家甚至为人放债 分取利钱接受谢礼 活着入狱死后才能出牢的 不可胜数 因此日时才接连发生 昭示他们的冤枉 君王必须首先自觉于天 然后上天才会使其灭亡 今天陛下放弃了天子至尊的身份 津津乐道于家人女子 所做的下见之事 厌恶崇高美好 喜好匹夫的贱名 推崇和聚集 轻挑无意的小人 多少次离开禁卫森严的皇宫 不顾危险 不分早晚和恶贯无赖混在一起 像乌鸦一样聚集 乱七八糟的人会合到一起 跑到利民家里大吃大喝 穿着混乱的服装坐在一起 沉沉于轻狂的嬉闹 百官公卿 不知道皇帝在什么地方 已经存在好几年了 君临天下的人 以人民为基础 人民以财产为根本 财源枯竭的时候 下面就会反叛 下面反叛 君主就要灭亡 因此盛名的君主 十分注意国家的根基 不敢无穷尽的盘剥百姓 一使人民就像举行祭祀 那样谨慎考究 而陛下却轻易的夺取人民的财物 不爱惜民力 听信奸邪之臣的诡计 舍去地势高亢 开阔的出陵改修昌陵 公义百倍于楚陵王 费用可以秦始皇的离山陵相比 是天下疲弊 五年还没修成 百姓的仇恨敢赐上天 上天贫降激谨 人民乏食流散逃亡 饿死于道路者数以百万计 国家府库没有一年的储备 百姓没有十天半月的存粮 上下都匮乏 没有办法互相救济 汉朝兴起已传九世 一百九十余年 直接继承王位的君主有七位 他们都是成天命 顺天道 遵奉先祖的法度 或是国家忠心 或是天下安定 到了陛下 唯独不走正道 纵欲贪荒 看清自己的身份 胡行妄为 散失君王的道路 正当壮年却没有子嗣 不合天意的地方实在太多 作为流姓后嗣 守护祖先的工业竟如此糟糕 岂不有负于祖先 如果陛下能明白过来 深深的悔悟 将过去的恶习全都改正 让新的恩德显著起来 则巨大的灾意 或许可以消除 准备抛弃陛下的天命 也许可以赴回 国家宗庙也许可以保全 请陛下留审考虑 好好想想我说的话吧 实经理说 因伤所需的前车之鉴不远 只看夏朝如何灭亡便知 愿陛下追溯夏商周秦 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 用他做镜子检查自己的行为 如果有不合乎他们的做法 我甘愿接受妄言死罪 同学们 听完这段话 你有啥感想啊 我的想法很简单啊 看来朝中的大臣 真的已经失望透顶了 已经在心里生出了 甚至直接说出了 天命或许不在老刘家的想法 古勇作为一个杰出的大臣 他说的话恐怕不仅代表自己 而是代表当时朝廷中普遍的思潮 汉成帝刘傲听了古勇的话 当场就破了房 幸亏大臣们早有准备 让古勇上书之后马上就离开长安去复任 刘傲派士兵去追击古勇 没追上 然后就又不了了之了 没给古勇治罪 也更不会痛感前非 就这样 到了公元前七年 45岁的汉成帝刘傲 在一个美好的早晨突然去世 得知消息的太后大臣涌入后宫 认为是赵和德昨晚跟皇帝玩的太风 导致皇帝突然猝死 所以赵和德被逼自杀 而汉成帝刘傲 这个被中兴之主汉宣帝给予厚望的千里马 带着一肚子的错愕 永远的离开了人间 迈入了祖先墓地的旁边 不知道在阴间 刘傲要怎样面对爷爷流寻之热的眼神 而我们本期的故事 也就说到这里吧 下期视频 咱们直接把汉埃帝汉平帝当做背景板 接着本期内容往下讲 用王莽的一生来贯穿 看看两汉相交的这段时间 名气如此巨大的王莽 他的一生到底都发生了啥 感谢大家不太长时间的陪伴 我是老海 咱们下期再见